他突然冒一句话 Yes do it 那表示他心目中 什么都可以抛弃 我们这样讲 就为了选总统 他什么都可以抛弃 他为他个人利益 什么都会抛弃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当时他多想要去中国 去日本买下 日本最大的这个 夏普厂 然后他就说一句话说 这个借工厂亏钱 我郭台铭出钱 把借工厂买下来 结果拿下了夏普之后 他怎么说 借工厂就卖掉了 那当时他为了要平衡 他在威斯康西州设面板 所以在广州也要设面板 结果话说 还在跟中国说 对不起广州你们要我给你 我也不要做了 他就是这个个性 那我说一句话 假设面板大赚钱 他会做这个事情吗 他不会 所以郭台铭的个性 那更不用说 他跟这个林百里资金的关系 我想大家去爬树就知道 人家是给你第一笔生意 就背叛了也是你 所以对大家都认为一件事 郭台铭的话有什么相信的 郭台铭有诚信 现在最夸张的事情是说 他现在跟他做一个支票说 将来他做总统 那么GDP 对 台湾的GDP倍增一倍 郭台铭 真的假的 你根本就是 这个人就是 信口开合吗 对 我先跟他讲 台湾长期来说 GDP成长一倍 也不是没有的事情 1987年的时候 我们的GDP是1000万美金 到了1993年的时候 我们就到2000万美金了 我帮各位话好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的GDP就成长一倍 那时候没有郭台铭 我们在1993年的时候 我们GDP2000亿美金的时候 到了2006年阿扁时代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4000亿美金了 这也成长一倍 没有郭台铭的状况之下 我们估计 大概在2029年到2030年 台湾的GDP也要成长一倍了 从4000亿美金 要到8000亿美金 没有郭台铭 那我们现在金额是多少 我们现在是7000亿美金 我们今年第二季的GDP 是5.3兆元 所以我们今年全年的GDP 可以到22兆元 那大概是7000多亿美金 所以我们就这样讲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来看 我们大概在2029年到2013年 我们GDP就到8000亿美金 不用等郭台铭说要要增倍 好 我们事实上到206年到203年 我们的GDP就增倍了 所以这句话 信口开合 废话嘛 要你说看嘛 我们GDP是停的 等你郭台铭神仙一指 我们每隔几年 我们的GDP就翻倍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也不要觉得很怀疑 像我们把基本工资拉高 其实背后GDP就增加了 他说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是一个生意人 难道他只在乎中国GDP 他不知道台湾GDP 是一直在增加当中吗 当郭台铭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的GDP还在增加当中 所以不是说大老板才会拼经济 民进党也是会拼经济 民进党拼得更厉害 所以我们说一个实在话 他这句话其实是忽悠一般的 国内政府支出民间消费 民间投资外交 进口全部加起来 我们大概2030年 我们就到8000亿美金 我们就已经增倍了 我哪需要你郭台铭 郭台铭对中国是非常了解的 2002年习近平当当福建省省长的时候 就去过鸿海的龙华厂 巡视过 2008年习近平从上海市委书记 被拔着进入中共中央 当任国家副主席 也去过鸿海的太原厂去过 2013年的连战跟习近平见面 习近平2013年真是变成国家主席 连战就立刻去住 那个时候联席会 郭台铭在旁边是团员之一 统一年还有一台叫做萧席会 萧万长也赶快跑去北京 去工作习近平 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 郭台铭又是团员 一年见两次 2017年习近平在北京招待外宾 郭台铭在座拿个笔记本一直记 郭台铭会跟金平不熟吗 他敢骂中共 不怕跟阿里巴巴的马云一样的下场 他不怕马化腾的下场 他不怕这个王健林的下场 当然知道啊 他为什么敢骂 跟中国唱双簧嘛 你懂我意思吗 讲好了 就是说你骂 你尽量骂 大家不会认为你是情中派 你尽量 因为你敢骂嘛 可是早就说好了 是演场戏 那你骂 那骂谁敢说你会卖台 我身家都不要了 其实共产党不是说吗 只要我的财产如果被中国没收 我牺牲我的财产 能够换来中共不打台湾 我愿意牺牲 豪气甘云 对不对 他就是亮着 中共已经跟他讲了 不可能处理你了嘛 所以今天找这个什么 环球时报 鹰派的报纸 骂一骂 我跟你讲 今天如果人民日报敢骂 那就不得了了 真的要看 就看新华社跟人民日报 那才是官方立场 就看国台办发言人怎么讲 对不对 就看国台办负责人 有没有讲 他们最近人民日报讲 国台办负责人 那就另外有意涵 所以我觉得 中国跟郭台铭今天 早就两个都谈好了 唱双簧 所以我觉得 然后再来就是 怎么样让国民党里面 先从郭跟猴里面 弄出一组人马出来 郭台铭讲什么 金门和平宣言 我问你 郭台铭所有 猴跟柯里面 在两岸问题上表态最清楚的 最清中 最清楚的 第一个 金门和平宣言 中国要不要 中国要 两岸清和平协定 两岸清完和平协定 两岸就不是处于 国内内战状态 就国内内战状态 从1949年以来 内战状态结束 台湾就不可以再跟美国买武器了 因为和平了 所以中国一直跟 讲跟台湾签和平协定 马英九实习就想签 没签成 现在 郭台铭说 和平宣言 第二个 他在美国的媒体讲说什么 一中架构 One China Framework 他对台湾 他是说 翻译成一中各表 其实One China Framework 就是一中架构 一中架构 中国要不要 当然要 全世界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也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再来 他昨天讲 和平五十年不变 你问你 1997年 香港回归的时候 中英联合声明 是不是五十年不变 为什么一次一样 还有他昨天讲了一句话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言中 谁讲过 习近平多次 在中共二十大开会的时候 讲过好几次 为什么用习的讲话 为什么用习语录 你告诉我 你说不讲别人讲话 就讲习语录 我看到 郭台铭就想到谁 想到董建华 香港1997年 回归的第一任特首董建华 什么出身 商人出身 董建华 在香港念完中学之后 去英国立物浦大学 拿到了学士学位 海洋学位 为什么他们家是 最大的 在全世界 大概是前十大的 远洋运输的 邮轮相关的 所谓的集团 然后在美国生活了十年 在美国的奇异公司 工作过 我问你 这个人亲不亲美国 亲不亲英国 但是你看到 1992年 当时香港出手彭定康 还聘他为行政局议员 他对香港是不是很忠诚 可是早 中共早就接收他了 所以97年回归 立马变特首了 不这样分析下 郭台名字 跟中国强硬 那现在才是策略性的 阶段性的吗 策略性的 就千万不要 低估中共 他们玩这种把戏 玩多了 97年之前 大家觉得董建华 第一个 留学英国 在美国工作十年 生活十年 亲美派 亲英派 摇身一变 就变第一任特首了 这个我们看来 是不是就是第二个 董建华呢 郭台名这次宣布 参选总统 中共方面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呢 米凤姐 为什么环球时报 会大骂轻痛仇快呢 这当中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觉得中共这一次的 对菲律的态度 其实是十分的暧昧 跟复杂 还有分裂的 你说你昨天 昨天这个 郭台名参选之后 这个非常有主要性的 环球时报网 他这个就是 大肆的骂郭台名 他起先一条新闻 是很平稳的 就是说郭台名今天 宣布参选了 等等其他都没有 然后呢 可是他今天出来的 这个所谓 有印刷版的这个报纸 上面就开始大骂 郭台名参选士 搅动台湾的政坛 那可是另外一份 香港的这个文汇报 他其实昨天就已经在这个网路上面 已经开骂了 就是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 这个参选就等于让赖清德当选 然后这个还骂郭台名不守信用等等 这个就是 昨天我们可以看到 就说这一份嘛 就说香港的这个大国 这个文汇报 就讲说这个北京消息人士 郭台名说如果独立参选 这个等同于保送赖清德上台 那所以说看起来好像 中共都完全不希望郭台名 对 而且他有句 他说中共不会无动于衷 这代表什么 对 会有动作 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吗 会有动作 但是还说习的心头好 并非郭台名 那更好笑的是 昨天这个郭台名参选的同时 中平社竟然出了一篇称赞 柯文哲 说柯文哲不防美是高招 还骂侯友宜 防美是有什么聘用 这个可以说 中共比较喜欢柯文哲吗 其实早先中共是这样 早先是传统的国台办 他就是支持国民党 然后支持侯友宜 可是侯友宜名料太低了 然后现在 然后因为那个郭台名 突然提出一个和平协议 这中了 这中奖了 这个除了国台办的 所谓的国安人士 就喜欢这个主张 因为中共一直要推 和平协议这个主张 所以他们就立出 这个所谓的郭柯和 所以但是郭柯和 柯为什么要跟你和 柯的第二名的位置 坐得很稳 你郭台名第四名 我干嘛跟你郭柯和 老公有放话 老公有放话说 如果你也可以提出 郭台名的主张 我就可以配成柯郭配 把柯帮你放前面 可是柯讲不出来 因为柯知道那个没有市场 所以他讲不出来 所以他没有讲出来 所以他的民调可以维持第二 但是郭呢 还是维持第四 而且民调并没有上来的迹象 所以这个中共内部是分成两派 一派是继续支持所谓的侯友宜 然后另外一派就是促成郭柯和 的这个动作 其实赵春生也是代表 国民党的某一个重要的派系 全部很多人去挺了 郭台名 这个杨志良是谁的阁员 然后这个赵春生是谁的 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顾问 然后某某人是谁的文胆 某某人是谁的行政院长 都在郭台名那边了 老共这样子骂只是坐个态 就说我现在是骂郭台名 因为他独立参选 可是他要的是整合 他就是要赢这一局 所以我觉得就说 为什么突然三个人 对于所谓的整合开始 不管是装的也好 或是怎么样 开始有回应了 本来都不装 可是现在开始有一些回应了 我觉得就是有外力在介入 外力介入 在介入这个逼迫他们 当然基层 基层也有声音 要求他们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实际 实际上的难度 我觉得说这个最后的 最后中共的底线是什么 中共的最后底线就是保立委 保立委 对就是保非律的力量 所以说如果你这三个人搞不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放弃总统的部分 他们的底线已经动得很清楚 因为看起来赖金泽一路往上 但是立委的部分他们一定要保住 所以我觉得就说为什么赵春山介入 这个东西学问就很大 然后为什么这个明明是台湾的选举 要动用官媒出来大肆的批评跟报道 这都有关系 过去都没有人 有批评过韩国伟出来参选 或怎么样 批评宋楚瑜吗 也没有 但是这一次动手的幅度很大 所以我们非常要关切 中共对这场选举 非律的部分的一个程度 原来怎么看 原来中共那边是有能力 有影响力去影响非律这边的整合 等于是让中共那边来决定 非律最后的人选吗 我觉得刚好相反 我觉得中国这一次这么大张旗鼓的说 郭台铭出来参选是轻痛愁快 谁是轻 谁是愁 谁是轻 谁是愁 如果郭台铭出来参选 让对岸的国台办 或者是小粉红觉得轻痛 我告诉你郭台铭 我给你鼓掌 你参选对了 气死这些小粉红 中华民国的选举 台湾的选举 关你们什么事 你们根本没有投票权 你们更不知道什么叫民主 那么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 你说郭台铭出来选 国民党态度是什么 国民党态度应该是 你也说实话你不用去骂郭台铭 骂他干什么 他也不是国民党的 人家参选不可以吗 对不对 你说你曾经说过你要挺侯友谊 我骗你不行吗 对不对 侯友谊不是没骗过人 那岁月静豪不是骗人吗 现在挺合适不是骗人吗 对 这个我说你说郭台铭 你没有诚信不守信用 这三个人不守信用是基本款 标配一模一样 柯文哲 欧友谊 郭台铭不标配吗 对你说他不守信用 郭台铭说你守过信用 你以前不喜欢核四 你以前不挺国民党 现在你变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你守过信用吗 对那柯文哲就不用说了 柯文哲这个两只手指头都举不完 所以讲守信三个都一样 三个人不守信用是标准配备 那是在标准配备上 看谁加了更好的配备 现在是互骂是历史罪人 比如说我们特定媒体说 郭台铭必称历史罪人 郭台铭只要讲一句话 好 老郭我不选 你选得上吗 你也选不上 那怪我干什么 对不对 老郭说我老郭不选了 你侯友谊选得上吗 你柯文哲选得上吗 你还是选不上 所以郭台铭选与不选 跟柯文哲跟侯友谊会不会当选 有直接关系吗 没有直接关系 你只是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改变而已 你还是选不上 对不对 那人说郭台铭一参选 赖清德躺着选 赖清德的选举 跟郭台铭有直接关系 这真是怪了 那现在郭台铭在没有参选之前 是侯友谊第一 还是柯文哲第一 你也都不是第一 而且差很远 所以不要说选不赢 就把战犯先怪到人家头上 责任怪别人 还没选 还没投票 先抓战犯了 对不对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 中共方面是有发挥影响力 甚至可能台面下 到底是怎么运作 中共的想法 跟郭台铭 跟侯友谊 跟柯文哲一样 就是下架民进党 就这么简单 目标一致 就是下架民进党 他们讲 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郭造成台独分子上台 中共不会无动于衷 我真想看看你要怎么样 我说句实话 我1月13日 我在等着你中共要做什么 不要老是说大话 说这种所谓的假话虚话 无动于衷 那是台湾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总统 你能影响我们的选举吗 从李登辉开始想影响 到陈水扁 一路到现在你还想影响 这不要再骗台湾人 台湾人没有这么好骗 历届的台湾总统选举 他们都有 一些想做 但是都是反效果 对 都是反效果 只要中国投入了 我们可以宣布 这场选举 他压谁谁就完蛋 中国永远是这种猪队友 那你看这次 轻痛仇怪 我由于在想轻痛 什么叫轻 是谁跟中共轻 对 跟你中国共产党 跟解放军叫轻 你们才是仇 他们才是仇 所以我讲嘛 你这个话一讲 你这个话一讲 不是郭台铭 害死这个什么非绿阵营 是这个小粉红 这个文汇报 这个环球时报 害死他们 真正获利的是郭台铭 如果照这样 那是这些 中共官媒这些的 这种反应 那可能是害到猴跟柯了 害死他们 因为郭台铭切干净了 再骂我 快骂我 中共是骂郭台铭 对 骂郭台铭 表示郭台铭 跟中国没有关系 对 那现在柯跟猴 赶快撇清 也跳出来说 我文化大学的房子 我愿意全部给你没收 那个只要中国不打我 对不对 可是猴柯没有 他当然不能讲 万一真的没收 怎么办 他会害怕 对 你也赶快讲 叫中国 现在想要提高你的支持度 想要提高你的民调 赶快叫中国这些小粉红 这什么环球时报 赶快骂你 他骂你骂得越凶 你的民调会越高 你们真的不了解 台湾的选举 然后那些 所谓的亲共人士 那些所谓的统派 根本不要去理会他 为什么 他们根本没有 所谓的台湾的支持度 他们永远都是站在 中国的立场看台湾 如果中国真的这么棒 中国真的这么民主 为什么这么多人往外面跑 为什么跑了都不回来 那有可能 中共方面如果是骂郭台铭的话 让郭台铭如果在台湾的生日起来 赢过侯柯两人 那这郭台铭就有筹码 去谈整合 如果中国对于郭台铭的 帮助这么大 柯文哲明言就骂 柯文哲是转最快的 对 他马上风向鼻子之灵 如果一看郭台铭被中国一骂 哇 马上民调变第二名 超过侯友宜跟柯文哲 我告诉你 明天柯文哲骂的会比所有人都凶 这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心中还有信念吗 柯文哲心中还有目标吗 柯文哲只要能够达到目标 什么都可以做了 这就是柯文哲 是 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 对于蓝营知识来说 他们崩溃了吗 觉得在2024选情无望了吗 我们看到馆长就开始痛骂了 说郭柯侯三人 打个你死我活 屁股尿牛 賴静泽就在旁边等着赢 然后郭台铭身边都是一些 三叫九的阿萨布鲁人 余虚文哲你怎么看 现在蓝营知识的想法 他不是叫他干爹吗 他不是叫他干爹吗 记不记得那天 好像是716的时候吧 他叫他干爹 原来他也是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崩溃 但是我觉得这整个选举策略里 出了很大的问题 你永远都说 你看赖清德在旁边看 你们三个如果不团结 不整合打的屁股尿牛 你们就让赖清德因好了 这不对 很多人说泛兰分裂 泛兰哪有分裂 柯文哲是蓝吗 郭台铭他根本不是国民党的 泛兰没有分裂 泛兰没有分裂 就是光靠泛兰你是选不赢的 你才会搞非律嘛 才会搞什么在野嘛 才会搞这个主流嘛 就不是泛兰 所以泛兰没有分裂 泛兰已经都去支持侯友仪了 那是支持郭台铭的 就留在郭台铭那边 柯文哲的民众党就留在 民众党那边 这没有分裂的问题 你从来不是一个单位嘛 你就是三个单位嘛 你说郭台铭 是拿掉了国民党的票 我倒不认为 郭台铭那些人是 他国民党投不下去 他只好找了郭台铭 这些人居然有12%这么多 所以你这不是不团结 不是分裂 是你推的候选人不够强 如果国民党推出候选人 是跟赖清德这么有号召力的 那还怕什么郭台铭 就不会有那些问题了 还甩什么柯文哲 你就派了一个侯友仪 你就派了一个侯友仪 你什么时候听到 赖清德在喊说 哎呀这个要团结 你们不要分裂啊 就一个定于一尊嘛 从头到尾就定于一尊嘛 令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那为什么国民党 国民党发言说 哇 郭台铭决定 这个遗憾也尊重 那支持者一片骂声啊 是骂侯友仪 还是骂郭台铭 我觉得这个要分清楚 要骂侯友仪的 对 是骂侯友仪 还是骂郭台铭 大家分清楚 因为他说郭台铭的这个决定 很遗憾也很尊重 你连批评都不敢批评 他跟你一样是要选总统的 他是你的对手 他不是你的队友 怎么会 这个遗憾又尊重 尊重什么 尊重什么 人家本来就可以选总统 人家又不是国民党的 郭台铭要参选 关国民党什么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有本事就讲说 好啊 放马过来 我们君子之争 我们来看谁强 我一个月之后就碾压民意 把你碾压两倍以上 你就赢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讲喝什么咖啡 谈什么谈 侯友仪跟他根本没得谈 因为侯友仪没有权谈 侯友仪是被派出来选总统的 被遵召 对 他是被派出来选总统 他只有寿命后动作 质疑对表协调听到底 就这样子而已 侯友仪没有退的空间 他没有退的空间 所以跟侯友仪谈是没得谈 他没有权利决定 所以柯文哲要找谁谈 柯文哲要找朱立轮台 他有朱立轮台 你可以征召他 你就可以废掉他 对不对 如果废掉他的话 我们国民党跟民众党来拼一下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叫做 无限度的循环 什么无限度的循环 柯文哲怕郭台铭 因为他吃掉了柯文哲的票 然后郭台铭想去找侯友仪谈 侯友仪我要跟柯文哲来和 一个怕他 一个想找他 一个找他和 三个人就在原地打转跟陀螺一样 已经转了几个月了 对不对 你找不到我 我也不想甩你 你跟我谈完之后 我昨天又忘记 三个人就陷入那个所谓的 团结大咖啡的漩涡 一直转 转不出来 永远转不出来 也不会有结论 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所以我才说 这三个还有什么好合的 还有什么好赢的 最好赢的方式 你就强起来 你的信念就非常的坚定 否则怎么瞧都不会赢 是 怎么看这样的发展 当然来年的支持者 可能现在崩溃边缘 因为觉得选情无望 那再来对郭台北来说 他的选情就一片看好吗 因为现在网络上一片嘲讽 包括他的杨志良 包括他的黄世修等等 只是说这样的结果 对于柯文哲来说 柯文哲这两天的声量 似乎也是降到了谷底了 对 没错 那么请问全台湾最重视 网络声量的政治人物是谁 不就柯文哲吗 2013年开始崛起的柯文哲 没有网络声量几乎就活不下去 他在什么时候得到挫败 他在韩国瑜的韩粉教主 串起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名是韩国瑜 那时候他整个节节败退 那是他最屈指的时候 可是等到韩流下来以后 他一样重新登上网络的盟主 所以年轻人最多 因为网络是年轻人的天下 最近请问一下 他连续几次的推文 在网络上一连串的挫败 他连续上个礼拜到现在 不断的推出一大堆的 什么相关的活动 包括什么银法族 包括替他们的相关的 被外界指说 是不是有相关倒上背景的人 洗白干嘛 这些全部都没有 这个等于说 达到他本来要得到的效果 而且我看到是大量的那种 对 他还事实上 那种洗脸嘲讽的流言 冬江事实上他还不服气 所以把民进党的什么财政纪律 没有严守的部分 欠了多少钱 不是重新再讲一遍 做一个后面一个图表吗 也都没有 也都完全没有带上来嘛 那什么意思 不是说你柯文哲就被抛弃 而是说 你一连串的一个自爆行为啊 那么让这些年轻人为主的 这些支持者呢 灰心丧志 所以他们离你而去 很简单 他们不看 因为你不有趣 因为我觉得这其实 其实也告诉我一件事 不要以为这一波 因为太阳花学运的 大概都30岁嘛 那这一波年轻人20岁出头这些 不要以为他们认为 你有趣好玩 然后呢 好像是一个 这个等于说 网路上面很好玩的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不管 你只要长什么做什么 他们都会跟着你屁股后面 像你的傀儡一样 不是的 年轻人也会 啪 就把你丢掉 然后就像馆长一样嘛 馆长一个 馆长陈志涵一个 我如果拿国家的这个 等于说相关的补助的话 我就怎么样 对不对 我就是叉叉嘛 对不对 对啊 结果呢 结果呢 被人家弄出来 969万啊 现在 家庭 屁股后 竟然说 那是2020年 我是2021年 连这种 连这种话你都讲得出来嘛 所以呢 啪啪 被很可能打了两个耳光 这样坦白的嘛 馆长不是 那个身材很好 都跟你可以打 对不对 现在是一个 库斯拉 哥吉拉 来胖胖 把你打下去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自己打领你自己嘛 很简单嘛 所以你的程序何在 那么黄国昌也是一样啊 黄国昌现在不是 拼牙膀去拆自己的违禁 去占到国有的财产署的土地嘛 你之前竟然怎么说 我是学法律的 所以呢 那么如果怎么样的话 你们应该来跟我讲 你们应该来开发 你们应该怎么样 你自己是学法律的 你不知道你们家是不可以违法的吗 所以最后你看 全部都放下来 所以呢 一连串荒腔走板 我觉得柯文哲是自己 非常可惜就是 他本来是借这个 国家台名相关的 民调支持者呢 那投影投射感情 投射在他身上 然后呢 所以他的民调高起来嘛 你看 现在整个崩掉了嘛 全部崩掉 我跟你讲 你要高民调啊 那要40几% 42% 好友谊啊 那时候自得意满啊 没有把党放在眼里啊 也不去帮这个林明珍 那个服选站台选前之夜 最后帮下来 只下一半不到的时候 你看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嘛 所以老共你说 有人很 问我说 那老共到底支持谁 我告诉你 你们三个都这么 老共谁也不会支持啦 他反对民进党 他反对赖清德 但问题是 他想支持的人不争气嘛 你们争气吗 你们真的争气吗 你们三组的话 如果合起来 大家知道 可是你们可以赢 你们可能 也可以跟赖清德PK嘛 可问题是你们现在呢 你们现在全部 大家都知道团结 什么三只小猪 最后变成三只大野狼 我打理你打我 我要让大的你当小的 然后呢 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 没有人愿意大局为重 我告诉你啦 各位 连明天的咖啡都没得喝了啦 明天 侯有余都说了 明天 他从头到尾 不知道明天要喝咖啡啦 柯文哲他们也说啦 没有那么快啦 你知道吗 今天晚上 即便是台北市 那个计程车接工会 他们的普渡这个餐会 也不是要坐下来喝咖啡啦 所以明天没得喝了啦 当然没得喝咖啡啦 你们是要怎么传结 酒味的咖啡 什么人都要做劳度的 最好就是嚼嚼的 甚至说叉嚼嚼的 英文没得传结 英文没得变成混凝土啦 这就是蓝蓝白 最后的下场跟最后的结局 呢